演艺圈清流谁是 双鱼一菜瞬间被点名 网友称其为灵妇品女神 Mito性骚扰风暴持续席剪演艺圈 不少被外界视为完美好爸爸的男艺人接连翻车 使得外界大为震惊 然而近日一位网友在网上分享 聊他心目中演艺圈的唯一清流 并称赞林志玲是这个清流的代表 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认同 甚至还提到了林依诚和蔡依林等被视为形象良好 人设不会崩塌的女神 这位网友栽在卡尔度上发文表示 最近黄子脚在直播中对吴宗献 大小SN国城等知名艺人进行了批评 让人对演艺圈感到一片黑暗 但与此同时他强调林志玲正是 在这片黑暗之中的唯一清流 接着原贴作者进一步解释到林志玲人美心美 谈吐优雅也积极从事此善事业 不仅很少得罪他人做人做事都非常认真 更不会做会让人误会的事情 加上自身没有过不得体的事件 看来他是演艺圈中唯一的清流 网友们纷纷附和道 智玲姐姐真的人美情商又高 可惜要隐退看不到了 看她写的书就知道 教养和气质是刻在骨子里的 智玲姐姐可是女神等级的 不会沾染反间的事 然而也有人大力推崇蔡依林呢 让我想起林富平女神林依晨 林依晨 林志玲 蔡依林 我心中认为大概率不会翻车的 台湾女星们 你把林依晨摆哪里 近年来密集运动在前求 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揭示了演艺圈以及其他行业中 存在的性骚扰和不公正待遇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对那些在公众眼中具备良好形象 道德品质的艺人的认同和赞赏显得尤为重要 林志玲 林依晨和蔡依林等台湾女星 以其良好 形象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网友们的赞赏 她们被认为是演艺圈中 不会出现丑闻的代表人物 林志玲一直以来都以其高雅的 气质和亲和力受到观众们的喜爱 她在公众场合表现得体 原型举举都充满了女神般的魅力 此外她也积极参与各种慈善事业 展现了她的善心和关怀之情 对于林志玲而言 她不仅仅是一个演艺圈的代表 更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公众人物 与此同时 林依晨和蔡依林也备受提及 网友们称赞林依晨是一个林富平的女神 她以其才华和真诚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蔡依林则被认为是一个形象良好 不会出现丑闻的女神级人物 她的音乐才华和对工作的专注是 她在演艺圈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形象 这篇帖子和网友们的回应反映了公众 对于演艺圈中道德品质和形象的关注 在一个充满争议和黑暗的环境中 那些以良好榜样释然 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言辞展现出 真诚和善意的艺人备受推崇 他们被视为清流 代表了演艺圈中的希望和积极力量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机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